明明知道立着拉钢卷非常危险 但为什么现在的卡车拉钢卷依旧这样放 为啥不能凭着放呢 有网友为此还提出了解决办法 比如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都能尽最大程度的保护司机的安全 在卡车行业中最受抵触的货物就是钢卷和钢管 穷死不拉管 饿死不拉卷 钢卷重量一般都在十几吨 加上在运输过程中急以滑动 一旦出事 沉甸甸的钢卷便会呈泰山压顶之事 非常危险 而钢卷之所以不能凭着放 主要是因为 如果钢卷平放在货车上 在运输过程中 钢卷和货车之间会有磨砂产生 急于造成钢卷表面损伤变形 而垂直放置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并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其次 目前市面上装卸钢卷都以吊车或叉车为主 而钢卷的卷心为其中设备的固定托举提供了便利 若将钢卷平放在车上 就不利于设备的操作 那么既然选择立着拉钢卷 为了更加安全的运输 固定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会在车底铺上防滑草垫 或者是井字形木架 货物装好以后 用钢丝绳将钢卷固定拉紧 但不管怎样 货车拉钢卷都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上目前也有专门用来拉钢卷的专用车辆 由凹槽固定 安全系数更高 但对于普通货车司机而言 不能花了几十万买它 就只能用来拉钢卷吧 为了生活 很多货车司机也是没有办法 铤而走险 所以拉钢卷也是一门 衡量司机的经验和心理素质的技术活 一定要谨记 少拉慢跑 安全第一